长褂子 还有海青 最起码上面穿过海青 才搭衣 所以我们平常是不管你在什么时候 我们的衣 都是搭在左肩 落右肩 右肩不是肉出来 因为它还有衣服啊 里面还有海青 短褂子 最起码 因此之故 我们对于这个平常时 因为加沙布是整个身体包起来 比较不了解这个道理 看看南川佛教就可以知道 他们平常时是包起来的 全身包起来 把脖子一下整个包起来 那么他要挺罚 为了要挺罚的时候 对佛表示恭敬 为什么要落水右肩呢 表示啊 有事地址服其劳 凡是老师有什么事情 地址要为老师服务的时候啊 都是用右手的 不会有左脖子的 但是左脖子他并没有 把一贴打在这个右肩呢 他还是要用右手 照规定 凡是有什么工作 都是用右手 那么因此把右肩落出来 右手比 右手比较方便了 要办事方便 以这种方式来表示恭敬 有事地址服其劳 那么当然这是仁义里面的话了 孔夫子的话 但是我们借用啊 佛在是也有这种用意 所以他们做地址的凡事要问法 若有间 加沙 搭在左肩上 所以叫做偏袒右肩 玄壮三藏法师翻译的佛经啊 有些他翻作偏袒一肩 一肩 没有写一定的右肩 因为凡是偏袒一肩 必定是右肩 是一肩 也是右边的一肩 不会偏袒左肩 不会因为你是左鞭子 就把左肩袒露出来 搭在右肩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偏袒一肩 也是右肩 现在这里经文显明地说出 佛罗奴 把右肩袒露出来 一 搭在左肩上 那么来到佛的法咒前 右肆 左地 这个贵法呀 只有一个脚跪下去 右肩就是右脚的膝盖 右脚的膝盖跪到地面上 那么左脚是竖起来的 左脚竖起来 左脚的膝盖是朝天的 竖起来的 只跪一脚 从前的人看外台戏啊 人家演戏的 你看那个演戏的 他这个跪的方式都是这一种 叫做福贵 西边的跪的方式都是这样 叫做福贵 我们中国人啊 比较很高的 自己才是人 其他的都是华纳 看西边一带的人啊 福 福就是华纳 我们就说 哎呀 我这吃完了 他瞧不起 中国人的供告我嘛 他叫做福贵 福贵就是 右膝跪下去 左脚竖起来 在佛前 右膝着地 那么 右膝跪下去 左脚竖起来 在佛前 活掌 十个子掌 活起来 这个十字掌 活起来 叫做活掌 表示的恭敬 佛法的恭敬 就是活掌 我们学佛的人 佛教徒 彼此见面 最起码的恭敬 活掌 彼此见面 活掌 现在人家港湖哦 他是双管齐下 又活掌又握手 东西同时来 我们佛法是规定活掌 西洋人是握手 他要活了掌了 还要再握手 我曾看过这种情况 好像礼貌 特别周到 以佛法的规定啊 我们学佛的人 见面只有活掌 最起码活掌 再恭敬点 就是问训 问训就是举功了 举功 现在这里 富罗罗来到佛前 佛掌 恭敬 制成恭敬 然后 说出下面的话来 丙白于释迦牟尼佛 所以叫做 儿白佛言 这个白字 很重要 这就是表示恭敬的意思 这个弟子对师长 长辈讲话 都叫做丙白 丙白 而长辈对弟子讲话 就叫做告 所以你看金刚经 佛告虚佛提 佛告虚佛提 他就没有说 佛白虚佛提 没这么颠倒的 佛是告虚佛提 而虚佛提是白佛言 虚佛提白佛言 他必定要表示 这样子才叫做 师徒关心彼此的尊敬 一定的这个符号 弟子对师长讲话 白 丙白 而师长对弟子讲话 告 跟你说 告跟你说 不像现在人 现在分不清楚了 就是孙子对老祖父讲话 也是说 我告诉你 阿公啊 我告诉你 不管你多老大 我还是要告诉你 不是用丙白的 现在人已经不白了 白不起来 因为太黑了 所以这个白 它是表示恭敬 告 是普通的 凡是长辈对弟子讲话 对下辈人讲话 都可以叫做告 所以这里 他分得很清楚的 佛罗罗对佛讲话 叫做 叫做丙白 而白佛言 这段文里面呢 就合并说明 三页恭敬的道理在里面 偏谈又坚 又随着地 何章 这是深夜恭敬 这个凡是要问法 必定要内心提起恭敬心来 所以叫做恭敬 恭敬就是一夜恭敬 前文到何章是深夜恭敬 恭敬两个字就是表示一夜恭敬 而白佛言下面说出来的话就是口夜恭敬 深口一三夜恭敬 统统包含在里面 那么这里 接下去 就是佛罗罗讲的话了 他的问话很长 一直到清客如来 无上辞回 到那段为止 这是佛罗罗请问的话 文字长 念一段 说一段 大五一的 世尊 上位众生 敷衍如来 第一地 这是先赞佛 赞叹佛是大为大德的人 世尊 就是一般弟子对佛的尊身都称世尊 世尊就是尊称释迦牟尼佛 大为的 什么叫做大为的呀 他赞叹佛 有大智慧 能断除所有的烦恼 烦恼断尽 他有大为 有这个能力 才能断尽烦恼而成佛 所以古代的解释说 只能断祸 顾名大为 他的大智慧 能把烦恼 祸就是烦恼 能把所有的烦恼完全断掉 那么 所以才能成佛 这就是他的大为式的能力 所表现出来的功用 什么叫做大的 大为的就是大为大的 什么叫做大的 他的大悲心 能够普遍救度 能够普遍救度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叫做大的 显示佛的大悲心 他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 因此叫做大的 大为的 就是大为大的 这是第一种的说明 一切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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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